香港歌手梁永祺自从与西班牙老公结婚后一直是恩爱无比 也从未提及和前男友郑一剑的感情风波 不过近日梁永祺在某电视访谈节目中却是首度开口 爆出自己当年与郑一剑分手时的许多不解之谜 这些梁永祺与西班牙老公资亚者结婚一年 恩爱无比依旧每天活在恋爱中 但是当年她与郑一剑的一段情依旧有许多不解之谜 近日积极接受曾经也是郑一剑女友的TVB主持人李志山访问时 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以第三者的身份进入郑一剑与当时的女友邵美琪的关系 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 梁永祺当时是从邵美琪手中抢走郑一剑 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公开恋情 但是梁永祺推翻了这一说法 她表示是因为郑一剑明确跟她表示 她的邵美琪已经彻底结束 如果这句的话是真的 那郑一剑其实才是问题的元凶 但多年来郑一剑似乎都没有为她平反过 至于为什么与郑一剑的恋情会曝光 传说是梁永祺在离开郑一剑家中前 特意提前通知媒体 让媒体能够拍到自己离开的照片 对此 梁永祺斩钉截铁地表示 一定不是 至于为什么会跟郑一剑分手 梁永祺就表示 因为那个时候互相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看不到大家是互相的终身伴侣 于是选择分手 至于为什么会遇到现在的老外丈夫 梁永祺自曝在2011年完成演唱会后 有两星期的假期到了西班牙 她在法级前男友斯赖的介绍下 认识了一个西班牙的女性朋友 这位女性朋友介绍她去酒吧 感受西班牙的地道文化 结果没想到就遇到现在的老公 这么说来 这句其实是在跟法国男友谈恋爱的时候 认识了后来自己的西班牙老公 关系还真够微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